记者陈彦廷屏东报道,屏东每年到暑假都会举办校计杯的创意机器人大赛,今年比赛于南州国中开战,搭上市足赛热潮,机器人足球赛盛大展开,有的机器人一颗轮子坏掉,却变相成为棒摔歌洋装摔倒,反而制造出让人轻敌的意外效果,顺利破门进球。 屏东县政府近年推广创客结合机器人,每年暑假都会举办校计杯创意机器人大赛,本周末两天都有竞赛,今天是城堡攻略战及遥控足球赛的创意赛,明天则是现机选拔赛,脱颖而出的选手将代表屏东参加今年的RO国际奥林匹亚机器人大赛。 今年遥控足球赛搭上世界杯足球热潮,双方各有两辆机器人要推球入门,逗起来格外火热,你真的赛程还有无法连扩上控制器的商厅不实,选手得到场边连线,只见来自屏东的各方选手。 有的人踩四轮车的组装方式推球球取最大速度,也有人用拳向式轮胎推动,拉高机器人灵活性,却有速度较慢的缺点。 来自崇篮国小的蔡百安因为轮胎马达坏掉,索性拆掉一个轮子上阵,却意外成为更为灵活的三轮车,而且还会让对手以为摔车而轻敌,他反而顺利进球,意外搭上是足甲摔风,成全场另类焦点。 。